有著創新獨特玩法的影子之塔 玩家在戰鬥中要迅速的派遣弓箭手、長矛兵等士兵來展開攻擊 每一種士兵的能力各有不同 搭配好優先順序才能夠在短時間內打出高傷害 不過因為戰鬥的時間有限出現的士兵種類也不一定 再加上要組合特定種類的士兵 才能夠製造出高傷害的COMBO攻擊 因此可是相當考驗頭腦的反應力喔 戰鬥結束之後就可以回到村莊 利用金幣來提升能力挑戰更艱難的關卡